好多东西怎么会有蛇呢 你把熊环粉 撒到他身上 然后用钳子把它夹出去 快去啊 前面叫他救我 救 你小心 救我 救我 前面叫他 快救我 你没事吧 贤妃娘娘 这好端端的 怎么会有条蛇呢 贤妃娘娘 贫妾觉得困乏 便想在暖阁里休息 就没叫其他人伺候在侧 不成想 忽然从梁上 掉下条蛇来 把贫妾吓坏了 那是条毒蛇 要是咬着你了 你母子都不保 可是这好端端的宫里 怎么会有蛇呢 多谢贤妃娘娘救助 要不贫妾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贵人快喝口水了 阿金 喝口水 今儿是金折 想必是什么蛇虫鼠蚀 都出来了 贵人运中怕冷 供着的碳盆暖和 也是招蛇虫呢 怎么了 好痛 主人 怎么了 痛得很 快去找太医 是 怎么了 医贵人 肚子疼 别着急 我肚子疼 去请太医了 我肚子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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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角落里 多撒些石灰和熊黄 还有你们 这墙根底下 梁柱上都好好查看一遍 可千万别再跑出点毒蛇来了 不错 奴婢请皇上 皇后娘娘万安 请家贵人安 起来吧 仪贵人呢 我们主正陪着仪贵人呢 太医也来过了 说仪贵人母子无碍 很好 很细心 奴婢谢皇上夸奖 如意 臣妾给皇上 皇后娘娘请安 起来吧 衣柜人如何了 这怎么会 又是玉蛇又是腹痛 听得本宫心惊肉跳 说来也怪 不知为何 从梁上掉下一条毒蛇 吓得衣柜人牵动胎器 才腹痛 太医也来看过了 如今喝了安胎药 睡下了 婴无大碍 俗话说 惊蛇到蛇出洞 今儿是惊蛇 玉蛇也是有的 义国人有孕不适 今儿可又遇到 这样的事情 这实在把洞得胎器啊 皇上 义贵人怀有龙胎 此番受了这么大的惊吓 实在可怜 臣妾听闻 蛇乃至阴至毒之物 昼然侵扰锦阳宫 怕有什么不利啊 皇后的意思是 锦阳宫靠近玄穹门 地气潮湿 若是往后再有蛇虫鼠蚁 惊扰了龙胎 那该如何是好 且锦阳宫现在正在翻修 依臣妾所见 不如将仪贵人 迁居别宫居住 迁居别宫 这一时间打扫出别的宫院 只怕是仪贵人 也住不惯哪 若是仪贵人愿意 臣妾宫中倒是可以暂住 皇上来了 别气了 臣妾今天受到这番惊吓 真是怕以后 再也见不到皇上了 你别胡说 朕还盼着你 为朕担下一个皇子呢 皇后啊 仪贵人本是你宫中的人 让他挪去长春宫居住 由你照料 朕也放心哪 是 皇上 臣妾有事禀告 方才臣妾与皇后娘娘 于协方殿过来 正是因为二二个病着 皇后娘娘 如今二二个病得正厉害 你哪里还能分心 再去看顾仪贵人呢 永莲病了 要不要紧 怎么不早些告诉朕吧 都怪臣妾疏忽了照料 还请皇上允许臣妾 将永莲先接回来照料 但永莲痊愈了 臣妾再将永莲送回邪房殿 是啊皇后娘娘 既然分心无数 不如先专心看顾二二个 若是没有贤妃娘娘 恐怕仪贵人 今日也不能完全了 一臣妾看 不如就由贤妃娘娘 先为照顾仪贵人吧 贤妃娘娘本就 替皇后娘娘协礼六宫 行事又贴皇上的心 由贤妃娘娘照顾 最为何事不过了 皇上 今日幸得贤妃娘娘沉重 帮臣妾驱赶毒蛇 否则真的不知道 臣妾肚子里的孩子 会怎么样 不过 臣妾是断断不敢 在这儿住下去了 贤妃 你意下如何 皇上 臣妾未曾生育 不知该如何照顾 有孕之人啊 你说的 也是真的顾虑 虽然贤妃未曾生育过 但把大阿哥照顾得多好啊 若是如今 连贤妃娘娘都推托 不敢看顾龙胎 那这宫里 恐怕再也没人敢担这个职责 贤妃娘娘可是怪贫妾 从前言语失礼 今日得贤妃娘娘救助 贫妾满心感激 还请贤妃娘娘能看顾一二 别叫贤妾再住在这里了 如意 皇上 臣妾即可回去 将偏定收拾出来 供仪贵人居住 仪贵人 还不要嫌简陋才好 怎么会呢 以后 可要叨扰贤妃娘娘了 好 那就这么定了 你和三宝把冬暖阁收拾出来 仪贵人很快就搬过来 奴婢会好好收拾 仪贵人怀着龙胎 严禧宫上下 一定要小心照顾 这个自然 仪贵人这样的好福气 奴婢自然会小心 好 好 姐姐 海岚 姐姐 今日在景阳宫受惊了吧 你消息倒是灵通 坐 如今宫里 个个都盯着景阳宫呢 有什么风吹草动不知道的 往后这宫里的眼睛 得盯到严禧宫来了 姐姐的意思是说 一个景阳宫就足以引来毒蛇 往后仪贵人签宫了 这严禧宫 岂不会成为蛇虫鼠 分至踏来之地 我真担心这个 姐姐别担心 你看 这些是什么草 这个是薄荷叶 艾叶 还有半枝莲 都有蛆虫辟邪的功用 我想着做一些香包 挂在颜禧宫里面 希望可以驱邪避灾 你也觉得 仪贵人御蛇 十分蹊跷 是啊 你想仪贵人御喜 人人都上心呢 怎么会突然出现毒蛇 又这么恰好 就落在仪贵人的住处 姐姐 今日若非你沉稳 仪贵人他们母子的性命 便很难说了 是啊 是巧 朱 东西得了吗 按照朱的吩咐 奴才得了一些 突然警员工的油彩 下去吧 喳 海岚 你看看这些油彩 有什么奇怪的 好 姐姐 这油彩里面 混着蛇梅汁的味道 我从小在乡间长大 对这个味道挺熟悉的 只是 姐姐为什么这么问啊 我今日命静阳宫 撒了雄黄石灰 谁知知我离去的 短短两个时辰 一件数条堵舌 顿走四窜 我这才想起 景阳宫因仪贵人玉玺 特意装饰花彩 不知是谁 从中做了手脚 才引来这些脏东西 这内务府装饰景阳宫 经手的人可多了 此案难查呀 姐姐 你可要将此事禀告皇上 自然要告诉皇上 仪贵人就要搬来延禧宫赞助 在她平安生产之前 我们怕是有得仔细了 海岚 你心细如发 还得多靠你 姐姐你放心 我一定尽心尽力 Co 主 到喝座胎药的时候了 这座胎药的气味 我闻着就害怕 又不得不喝 我总盼着有个自己的孩子 我也识呢 不喜欢这味道 我 皇后娘娘发了善心 咱们便多了件苦差事 你这是做什么 我既不盼望生子得女 也不盼望皇上的恩宠 喝着老十字做什么呢 苦了舌头 海兰 你应该趁着青春正好 得个义子伴女 终究也是个依靠 有了孩子未必是件好事 你看 没贵人生了孩子 就遭明天大祸 一贵人呢 还怀着身孕呢 就不知道被谁陷害 我既没有这种防身的本事 还不如就安稳地过日子吧 可是 姐姐 别可是了 我有了姐姐你呀 我便有了依靠了 这是三宝弄来的油彩 马上就好 给人不在义 并不在乡 那天 我便会 对 去 你都都心不在乡 你这般的细致 一定会照顾好的 不会出任何意外 没贵人的孩子 已经这样了 朕真的不希望 再有任何波折了 臣妾定会照顾好 姨贵人的 请皇上安心